因為不滿年中太小 長榮行情是在元旦廉價發動 突襲式請假 就影響到元旦的廉價輸運 現在他們還計畫要在春節來罷工 那麼同樣呢 勞資調解似乎破局的華航子公司 桃園行情 今天上午是再度來進行勞資協商 他們預告了要是資方拿不出誠意 不排除一月六號 也要來進行春節罷工投票 而如今最新消息傳來了 董事長王正銘 他釋出善意 勞資緊張關係似乎也出現曙光 我可以 公外交開戰 長榮行情 元旦廉價 才突襲式請假 現在還沒拆彈 華航子公司桃園行情 也蠢蠢欲動 洪四不調抗議 要爭取薪資等福利 預告不排除發動春節罷工 然後他已經下來了 董事長臉色凝縱 桃園從去年底 工會提出六大訴求 包括夜間津貼 從五十元調整至七十五元 正確百分之四薪資調整 但勞資協商破局 四號在協商 要是沒結果 六號 將到交通部抗議 進行春節罷工投票 罷工是卑微勞工最後的吶喊 只要協商惡劣 任何不可預期的衝突 皆是在所難免 甘情公司儘速拿出調整 營運與照顧員工的任何可能方案 目前淘情公司大約兩千四百名員工 幾乎都是公會會員 如果過半同一春節罷工 將重演二零一九年華航技師 在農曆春節罷工的慘劇 不是員工不努力 而是公司不創造營收 用低廉且調整有限的航機作業費率 來維持營運 任由倉儲相關業者 濫用公司的裝備 等於是成本轉嫁淘情 統計桃園機場地勤工作量能 長榮航勤三成 桃勤接近七成 除了負責母公司外 還跟外企航空簽約 向長榮航勤就代理新航全日空等 桃勤則處理國泰航空日航等 悶了三年 春節終於可以出國 兩大航勤要是真的發動大罷工 對春節輸運勢必造成重大衝擊 記得謝祥林 桃園採訪報導